这个充电桩 充电站 像白天都这么多 哎呀 生意真好 这块确实 我说到有挡棚的这个夏天 有个挡棚的话 不仅挡雨还可以挡太阳嘛 所以这人真的是蛮多的 这里也蛮多人 也搞不清楚为什么有这么多人 湖南省的博物馆其实也是长沙 非常值得去的一个景点 但是在网上约 门票约不上 那是免费的 但是有个朋友今天早上跟我说在淘宝 包括是淘宝 淘宝上面可以有人花钱 50块钱吧 就可以帮你订到票 反正就是 能用钱解决的啊 就都不是问题啊 但是真的是我熬不到明天的 我感觉 你看我身上 汗啊 然后我的腿啊 热的已经长肺子了 感觉 刚才在那个回来的路上买了一个药膏 擦那种擦药膏的 太阳太热了 热出来像肺子一样的感觉 你看我给你看一下这个 现在的车的温度 啊 车的温度已经达到40度了 哎 太热了 太热了 知道吧 太热了 我是昨天没有插上那个空调 在那车里面闷的时间估计长了 然后脚就有这种红枕 红枕这样的感觉 这里的 看到没 不是像那个 出去旅游旅游后就直接可以回酒店 酒店直接就可以开空调啊 我这个房车里面 这个这个这个车确实是 这个装个空调 确实和那个车顶上空调 还是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像这种自改的床车 或者什么还是 适合那种夏天去凉快 不用开空调的 这是反季节玩的地方啊 冬天去暖和的暖 夏天去凉快的地方还行 这像这样的 我已经开始汗湿了 这已经找到武汉的感觉了 完全一样 所以 准备往贵州那个方向走 往贵州走 贵州可能一会赶不到今天 现在一下午快两点钟了 我准备去一下 凤凰古城吧 凤凰古城我也没去过 去看一看 就这样了 收拾一下 准备出发 热 太热了 真的太热了 换了一身衣服 太热了 然后把我的冰袖也拿出来了 我发现我这个手啊 戴手表啊 都 都晒出了印子 晒出了差别 哈哈哈 这把冰袖拿出来 套着免得晒黑了 哎 从长浅处来去凤凰走国道 走了 还有一个多小时快到了吧 然后被告知 国道施工 嗯 这国道呢 看到没 哎 等着也是等着 下去看看 凉不凉快 好像还是有点热 还是很热 还是很热 出来了感觉还是很热 这个环境还可以的 图灵 哎呦 还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出来啊 一定不要穿那个 哎呦 不要穿那种棉的衣服呀 我昨天洗的衣服到现在 棉的哈 对吧 还没干 干了干了 现在干了 现在干了 啊 之前穿的那种快干的衣服就很快的干了 这种棉衣服就不干 现在上穿的其实是跑步的一套装备 但是我觉得好像是比较容易干 我就穿了 穿着了 穿这种棉衣服就不太好干 我还拿了出了神器 因为走国道 国道拍很多摄像头 我这之前买的那个 那个什么 激光啊 那种电子眼的那种探测 探测仪 防止国道上 那种探测仪出来被开造了 刚才走路上看到很多当地的居民卖西瓜 应该买一点的 但是这个路太窄了嘛 这国道太窄了 不太好停车 你说当时买了 放在冰箱啊 这半个小时坐着吃了西瓜 多舒服呀 多惬意呀 哎 这个地方 交通确实不太方便了 这全部都是山里面 你看这房子 我那么热 你看当地的这个大姐 还穿着这么厚的衣服 天呐 我想过来看一看 也看不到 这风路不风路 不往前面走了吧 好热 算了 回车里面 回车里面 但是这 有老房子啊 这可能是老房子 后来自己赚钱 修了新房子 能看得出来的农村这边 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 哎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看到这种老房子 反而感觉特别有意思 所以他们家是不是可能 也是这个原因 老房子不拆呢 前面有新房子 老房子也没拆 有木头的 老房子 这边塌了 不过这个压路 全都离青路啊 那这个国道修好以后还是蛮好的 还是蛮好走的 原来可能是石板路 水泥路 现在是离青路了 维护啊 要不就是 还是挺好的 越修越好啊 国道 之前还看到了那个国道 这国道还有服务区 可以休息 可以加油 可以睡觉 可以加水 这个地方 不知道前面有没有 有的话拍一下 没有地方停车 但是我刚才走一个桥 从这桥上面看 这里有一条河 非常非常的清 水特别清 想去看看 到这下面 看到没 这个 这下面石头都看得见 这能不能游泳啊 翠绿翠绿的河 没形容错吧 形容成翠绿 这个水应该没问题吧 有点陡啊 要拿稳定器 看 这水 这下面石头多了一些 哇塞 好舒服 这在钓鱼的 都没看到有游泳的 要是有人游泳 我也下去游一下 这几天不是没洗澡吗 每天就用那个热水 把身上擦擦擦擦 擦是把汗擦了 其实没没怎么洗澡 啊 吃了水下去游个泳 洗个澡 不是挺好的吗 哪是游泳啊 就是为了洗澡 没看见 没看见游泳 那我感觉应该是可以 水不深 嗯 算了算了 走了走了走了 免得水不深 把膝盖给 那个游泳的时候 膝盖给装装破了 得不偿试了 但是环境真的好啊 是吧 你看这 你看这三个人在这钓鱼 多悠闲啊 多悠闲自在啊 哎 这西瓜 哇 这西瓜也太大了 这西瓜怎么卖啊 1块5 1块5 嗯 要买 这不都1块钱吗 你不就没寄过来 啊 你没寄过我买多少 我买半个 你没半个啊 哎 买半个就1块5 哦 半个就1块5 买一个就1块钱 哦 哈哈哈 包熟吧 这包熟吗 包熟啊 这是包熟的 这是本地瓜吗 是本地瓜的 哎呀 这还带藤子的啊 哦 盆子都在里面 哦 这就炸了呢 碰一下就炸了吗 你看 你该熟了没 好 直接碰就碰开 是吧 可以可以可以 一碰就开了 碰就开了 多少钱 7块4毛8 7块钱 7块钱 好 7块钱啊 8块钱 这个瓜 一碰 一碰它就开了 它原来是好的 应该是熟了的啊 就用手指头一掰才开了 哇 你看 我手一掰开来的 不过这个瓜也赶紧吃啊 这不再吃就那个了 可以可以可以 放在冰箱里面 冰镇 哎 正好找那个老板再要一个袋子就好 两个瓜 单独放了 找老板又要了个袋子 两个 两个半个 两半 两个半个 说的怎么有点不顺口啊 然后把它冰起来 等会儿到了就可以吃了 多爽 是吧 OK 走了 出发 到了 凤凰古城 这个灯上面都是凤凰啊 哎呀 路好窄啊 哦 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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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了 这边 左边就是了 哇 好漂亮啊 没什么人的感觉 为了找一个车位也是不容易啊 我花了四十多分钟才找到 我车停了 停到这儿了 然后呢景区啊 在这个山后面 我等会儿要 走到那个 那个磁悬浮那个地方 然后有个隧道穿过去 要要一直穿在这里面 相当于我现在已经是在景区外了 景区内实在是不好停车啊 也有停车位啊 嗯 一天四十块钱 我主要是我也省钱 然后呢 距离比较远 我就把我无人机的箱子都拿着了 呃 因为电池 备个包就比较重 就提个箱子 你看四圈幅 里面还有人坐着呢 这 这个可能是不是可以把 凤凰古城转一遍 因为距离远 所以把箱子拿着 然后走累了 还能够坐当个板凳 是吧 现在下午五点钟了 没事 晚上是最美的 慢慢逛 然后逛不赢天黑的话 明天 明天 明天早上还可以 太棒了 没走多远 我既然发现了电动单车工奖的吧 哎呦 这是当地的 没有 没有那个美团啊 什么的 这个 这个可能是不是需要注册 试一下 要不然就省了很多事 这个车能够骑进去吗 诶 大哥 这个车能够骑到里面去吗 这个车 可以哈 哦好 要赏马 好 谢谢 谢谢啊 开锁成功了 可以骑吗 确认你通电 诶 通电了 提醒我了 好像可以哦 嘿嘿嘿嘿 这就解决大问题了 走了走了走了走喽 呦 要从这个 右边 叫 叫什么八角楼还是啥的那个隧道 对八角楼隧道 这要不就轻松很多吗 进去就到了 那个景区了 这要走啊 走死啊 这要走多远啊 OK 看到亮光就出来了 出来了就可以就可以还车的 十五分 十五分钟 免费 然后在十五分钟以后是两块五 那相当于就是半个小时两块五啊 完全没有必要啊 我这个骑到这就行了 其实就算到了景区了 然后就可以慢慢逛了 看一下停车位在什么地方 这里好像就是停车位啊 这段路停到这就行了 这多好 两块钱 一分钟不到 挺划算的 比坐打个低都划算 哎呦 有火